台湾号称水果王国农产丰富 但我们不时会在新闻或报章杂志上 看到产迹因生产过剩而造成将农将心血见价出售的惨状 2013年那时候吧 日本那边验出来台湾姜有农药 但实际上那个是一个错误的检验 结果日本那边就把我们台湾姜就全部断掉 禁止进口 后来那时候姜的价格就崩盘 崩盘之后由姜荣直接到公司来找我们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一下 那我二话不说就收购20吨 老板李尚佑因为体虚将农的辛苦结晶 也想应到全球的来世危机 开始致力研巴常温干燥技术 但在研巴的过程中也被一帆风顺 在1995年的时候台中两位理性兄弟 在TISBOM发明产 他发表这个常农干燥技术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开始注意到 有短暂的参与 它的过程中2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进步 那我觉得说这个新的技术 应该是对人类很好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发明光大 我就自己挑出去做 才知道说这个真的不是人干的 你要想很多事情去把问题解决 这个过程中就是相当辛苦 也说实在是帮助不少 与传统的热干燥 以及冷冻干燥相比 常温干燥不只提高了干燥的效率 也大大保留在干燥中 容易流失的营养与香气 所以将常温干燥后的果干浸泡水中 又会渐渐恢复成原本的样貌 一般的干燥技术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叫做热干燥 一种是冷冻干燥 热干燥的话它通常温度是100度以上 那其实我们酵素很多成分 它在35度是以上 就已经开始分解了 就开始丧失火性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大概6、70度甚至100度以上 它养分香气颜色破坏是相当厉害的 另外一种叫冷冻真空干燥 它的方式原理就是把这个干燥物抽真空 虽然说它的营养保存相当好 相对香气还有颜色的保存 是有很大疑问的 现在常温干燥已经可以做到 比冷冻干燥的成本还低 但是我们品质还比它更好 然后热干燥我们可以做到 保存下来的养分 还有香气这些食品的效果 是热干燥的乳被 这项特殊的干燥技术 让全世界看到 申请的多国技术专利 涵盖全球超过七成人口 甚至还有许多国家 亲自派人来台湾取经 我们潮汪干燥技术 申请了11国加欧盟的专利技术 而且很神奇的 我们的青色全部申请发明的技术 让这技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去把我们美好食物保存下来 目前我们接待过日本马来西亚 还有斯瓦记农业部 他们都派人到我们公司来学习 这新的技术 因为我们这技术 它是一个全新的技术理论所产生 它是一个人类千百年来 不曾出现过的口感 所以新的技术新的口感 我们就可以产生新的架构 新的意义出来 比如说新马克就是一个咖啡的文化 一个新的方式诠释它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 我们要以一个新的面貌去展现它 我们目前规划就是在创业平台上 比如说俄罗斯的年轻人 他们设计一个好的产品之后 他们不用把他们产品 从大而言运到台湾来不用 我们台湾原料就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设计 出的产品它可以卖到全世界 而且不用付予费 美上用用研发出来的常温干燥技术 解决台湾农业问题 未来他要把这项成果推向国际 帮助更多人 让这食品干燥界的台湾之光 改变全球食品产业的版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